是肚子 Diggo DJ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生存今後,我是老頭Allman 今天我們回來我們的潘朵拉伊普羅米修斯的模組的這個方舟齁 那今天呢,老頭呢,就要去外面稍微逛逛啦 因為呢,我們這個工作檯內的東西全部也都看過了 欸,沒有喔,好像...好像還有槍沒有看是不是 我們今天要不要順便來看一下槍槍 來,我們看看好了 喔,倒是還有一些護盾跟護甲拉 好,我們今天來稍微看一下我們的武器好了 不過我覺得應該也沒差多少啦,我認為 好不好 對阿,今天來看一下槍枝好了,我們還有這個狙擊槍沒有看嘛 然後還有散彈槍跟火焰槍嘛,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好了 那看完之後呢,我們今天就一樣去外面找,找我們的新的恐龍 我們還有,據說還有一隻叫做黃金 黃金虎還沒有遇見喔 他這個潘朵拉模組的老虎有分三種啦 火焰,白虎就是那隻兵系的嘛 那再來就是黃金的,應該有辦法遇得到吧 總而言之,我們好像還有很多沒有遇到 拍蘿拉模組野外的怪物真的太多了,非常的棒 這個魔物獵人世界呢,也快出了齁 那不知道各位呢,有沒有興趣一起玩 到時候老頭是會玩魔物獵人世界啦 所以說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阿 因為老頭呢,沒有玩過 也希望一些老手呢,可以來較量較量 也不是較量啦,就是 好好的教導一下,教我怎麼玩那款遊戲 然後呢,這可以試看看嗎 哇靠,一槍14萬是怎樣阿 一槍70萬 這個狙擊槍也未免也太作弊了吧 這個傷害,不是一般槍枝所能呈現的呢 他的火焰槍呢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恐龍可以燒阿 拿來一些生物,拿來就是說燒就燒有沒有 好,這邊是山葉蟲 燒一下10滴,反正 這些好像都不需要子彈的 你看那個裝填是無限的阿 一直裝就飽啦,這個真的不用子彈是吧 還有什麼,我們剛還弄了什麼 呃,火焰槍做阿,我們還有閃彈槍是吧 來來來,紅色閃彈槍 那邊有一隻盜彈龍,去死吧 蹦 7000,嗚呼呼 蹦 這麼遠還有4000阿 可以在水裡開槍嗎 不行 會卡彈,所以不能在水裡開槍 阻力太強 會躺炸 所以說還是不要千萬這麼做 老頭呢,最近常常看到有很多 算是接觸新的,新新實況主 有接觸這類的一些,算是實況主了吧 就跟我講說老頭,拜託可以訂閱我嗎 然後直接在我的,直接在我的聊天室裡面呢 就揪起一波幫忙訂閱草 我是覺得啦,有點不太妥啦 第一點,那個是我的直播台 這種感覺就像什麼,你知道嗎 你去麥當勞 然後去跟麥當勞的店員說 要不要來吃吃我們的肯德基 的那種感覺是一樣的 這個其實我是不是很在意啦 但是呢 別人會不會在意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你跟我要到了訂閱又如何 這句話我不斷的在宣導 你的訂閱數其實不是這麼的重要 重要的是,觀眾喜不喜歡你 是你這個人,跟訂閱數無關係好嗎 別人會因為透過喜歡你而去訂閱你 而不是用求來的 好不好,你就算得到這些訂閱數好啦 你的觀看數也沒有那麼高啊 對不對 你的觀看數也不會因此變多啊 那一定也會說 老頭,可是你訂閱這麼高 你的觀看數也沒有那麼多啊 是沒錯啊,但是 我不是求來的啊 是別人願意訂閱我的啊 退訂的還是會退訂啊 留下來的還是會留下來啊 那也並不代表說 我每次發布影片 都一定會有 剛好十幾萬個人來看嘛 不可能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有的人是等我出一個禮拜的影片 才一次把它看完也有 也有的人是挑著看影片嘛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 我是總歸來講啦 總結一個重點啦 要求人家訂閱你 呃 先看看自己有多少精良 讓人家值得去訂閱你吧 我看到有人會要求我訂閱他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可以舉手之勞啊 幫你訂閱啊 但是我真的不會想去看你的影片 那你這樣子這個訂閱書 意義何在呢 訂閱的功能就只是接受通知 知道這個實況主 或是這個頻道主 有發影片了 然後因為喜歡他 才去看他的影片 那我訂閱你 你發影片的通知出來了 我只會按右上角的叉叉 因為我不喜歡看你的影片啊 那我會訂閱你 只是可憐你啊 你是要人家可憐你 還是喜歡你的影片去訂閱你呢 自己好好想清楚齁 然後講講講了六分鐘了 太爽了 今天影片差不多要結束了 是不是 沒有啦 還是要去外面看一下啦 好不好 不要辜負大家 點進來看影片的期望吧 好不好 我們不要不多說 走 OK 各位兄弟 我們回來了 看見那個 充滿親眼的 這個 應該算是雙溪悲龍吧 也太扯了吧 這叫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TYRANT 感覺就很屌 好 不知道會不會攻擊我 其實有點怕怕的 結果居然這邊有兩隻 黑暗金剛 居然這裡也有黑暗金剛 欸 各種欸 哇 這是怎樣 普羅米霸王龍 哇 還有小猩猩喔 這小猩猩應該是 他自 應該是那個黑暗金剛 召喚出來的吧 欸 那普羅米金剛其實我還蠻想抓的 欸 不是啊 普羅米霸王龍 因為感覺蠻屌的 讓那個猩猩爆開 唉唷 那是什麼東西 恐狼大軍 會不會攻擊我 應該是不會吧 欸 恐狼大軍 啊 不要咬我 欸 我不想被波及啊 大哥 欸 那個是巡鹿 不是恐狼 恐狼大軍吧 那個是巡鹿吧 巡鹿被咬了 我要不要救他啊 救他一下好了 哥來救他 他好像不會主動攻擊 我們來幫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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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恐狼不小 不要傷害我們家的小小動物 好啊 這隻普羅米的話 我覺得我先讓他睡一下好了 先讓他射板讓他睡覺 誰打我 誰打我 沒睡著啊 再一次再一次 欸有話好說 欸有話好說 我肚子餓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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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下雨啊 大哥 這傢伙我記得 我們是要用這個飼料餵他吧 而且我們好像沒有飼料是不是 等一下我想一下 普羅米的恐龍要怎麼 要怎麼馴服 啊我知道了要做那個嘛 我們這邊身上好像沒辦法做是不是 十顆大腿肉可以做嘛 好像貌似被他吃光了欸 真的被他吃光了 喔在這裡啦 他沒有把他吃光 太好了 醒來 現在是凌晨三點 喔 我覺得我先把他 我先把他放回去好了啦 我先把他帶回家啦 這裡對他來講太危險了 喔 然後後面這一隻呢 就是我們要的 Android Dear 天使 尋路 喔 我看一下怎麼餵他 應該是 喔有了有了 嘿嘿嘿嘿 超爽的 一下就入手了 變隻有沒有 沒有 該不會這個又有神奇的BGM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什麼 葫蘆裝什麼藥齁 呃 哎喲他不能 這傢伙不能飛嗎 暗空白金又跳下來了 對啊 這傢伙暗空白金又跳下來了欸 那長這樣子 他中間這個墊圈是怎樣 感覺好像是 漱口袋的那種感覺 喔 然後他上面這什麼東西啊 看不懂欸 我們看他左鍵有什麼功能 他會飛 欸 喔 這隻是會自動飛的那一種啊 C件是什麼 AX 跳舞 YA BABY 嘿 MAN YO CHECK IT OUT 跟著我一起舞動 我是 舞棍阿兵 YO 看一下 我舞動的身姿 在台下的Everybody們 全部跟我一起動起來 YA COME ON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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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吵死了 吵死了 好 可以了 拜託 我真的很慘 OK 我要把他傳回去了 又是一隻專門 專門開轟趴的這個巡路 喔 掰掰 轟趴用的巡路再見 好了 我現在要想辦法回去 呃 喔喔喔 挖一鳥裡的 挖在幹嘛 霸凌喔 我看到了 霸凌是吧 再給我霸凌試試看啊 再給我霸凌試試看啊 這被霸凌者 反過來咬我 還是一樣該死 可惡 好了 不管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隻 顏色不錯的霸王龍 還不是霸王龍 雙溪飛龍 你看 然後那隻金剛在那邊 躍躍欲勢想要攻擊我 我不會讓他得逞的 這傢伙我不知道是吃什麼的喔 先靠近一下 他應該不會攻擊我吧 不會 我覺得不會 看來不是吃一般的 有可能是吃紫色的喔 試看看 也不是 難不成是三項之力 欸 我也三項之力勒 大大 我也三項之力勒 該不會被那個魚鳥給偷走了吧 因為那個什麼 魚鳥 魚鳥會偷你身上的東西阿 阿赫 這邊亂搞 我這沒有三項之力 阿怎麼辦 我們現在剩下 藍色的了 看藍色可未未了 再不行的話我真的要回去一趟了 阿 阿這魚鳥真的是 那魚鳥會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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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來 哦不用做了 這裡應有盡有 阿 OK 我們可以走了 至少拿個五,六十個了吧 喂、回來了 小隴隆 你在哪裡 小隆隆 小壞蛋你在這裡阿 好,我們來試騎一段 我覺得他應該會有類似霸王色霸氣的概念吧 我覺得又是跟之前差不多了 他的頭其實長這樣子 還蠻嚇人的 來,讓我喂喂 別跑 呀,入手啦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面貌 他的這個skin啊,我知道是用什麼做了 冰飛龍做出來的 冰飛龍的skin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冰飛龍是之後 之後才更新出來的新的屬性的飛龍 然後他這個應該沒意外是用冰飛龍做出來的 還蠻酷的啊 整體這樣感覺就很有機械感 然後這種青色的這種感覺 應該是說淡藍色的感覺 有一點就是冰燕 冷燕的那種view 我們看一下攻擊 右鍵 右鍵 右鍵做了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右鍵做了什麼 拍動你的 超屌翅膀是吧 拍一下就死了 可是沒有顯示多少血量 左鍵 左鍵 有點震撥震撥的那種感覺 C鍵呢 這C鍵他沒做 X 都沒做 如果在地上呢 C鍵 拍翅膀 這個是很基本款的 拍翅基本款 但是他的拍翅膀沒辦法收集木材 AKS 沒有用 喔他的攻擊就差不多這兩次 兩三種而已啊 打下去也是直接到副的了 那這樣講那隻金剛打不打得贏 而且是母的你知道嗎 馴服直接給母奶啊 哇這個血量 哇馬上就超標了 哇那隔壁的那隻金剛就不是我的對手啦 對不對 阿金剛在哪裡 我馬上飛 看不就清楚一點 欸這裡好多隻喔 兩隻還三隻欸 我應該打得贏吧 普攻普咬看看 感覺不太妙喔 喔死了喔 嚇我一跳 我以為我打不贏欸 嚇死我了 很怕被一個反傷 很怕一個被他反擊咬死啊 這就是空空的 基本上他們不會掉什麼東西啊 沒什麼獎勵之類的啊 所以說 所以說那隻金剛到底去哪裡了 我們剛剛從這邊看到金剛了有沒有 來來來 弄羞辱一波 大猩猩的旗子 什麼叫做多個子啊 等一下等一下 他這翻譯錯誤了是不是 我們拿到的東西 他寫多個子 沒有啊 多個子 這個翻譯錯誤了 什麼叫多個子 丟掉 沒有用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的 兵龍 裝甲兵飛龍 然後把我帶回家 我們又多了一個新的戰力了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恐龍男的倒我了 方舟霸主就是我 謝謝 呀 我們繼續找其他的啊 哎唷唷唷 各位 看見這裡像命貓哥 我敢說啊 這一定是潘朵拉的啊 一定是潘朵拉拉 有沒有 King Kong 直接叫King Kong了 來來來來來 我要你成為我的夥伴 好 不想成為夥伴也不行 好拜託不要咬我 這應該是吃三項的 喔來了 yeah 她說要咬我 哦還好 哈囉 中獎 嘿嘿 哇 帶上盔甲的金剛 又發紅眼 喔 過 ponytail 他丟什麼 然後他丟能量晶片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瞄準那隻長矛相 一千 再一次 可惡再一次 歪了 死掉了有沒有 瞄準我們的阿根廷巨音 不行他飛太高了 吸一劍 召喚小猩猩 這什麼 幹什麼 來鬧的是吧 恩 你這個普羅米金剛來這邊殺野 好 停手停手 沒有意外的話這小隻的應該也可以騎吧 可以耶 哈哈哈哈 好好笑喔 那他會再召喚小隻的嗎 再召喚一次快點 不行喔 好吧 幹什麼東西 直接掛這樣 所以說他一K是沒有功能 Q鍵也沒功能 會跳 好 喔唷 還行還行 蠻猛的蠻猛的我覺得 來我們把他帶回去 讚讚讚讚讚 另外兩隻就不管他了 他們自己想辦法回去吧 他們等一下自己想辦法跑回來 OK我們繼續找齁 啊哈 啊哈 Look at that 有沒有看見這是什麼 羽暴龍在這裡 可是這隻羽暴龍感覺像是 基因圖變的羽暴龍 然後我按錯鍵了 居然招了一大堆小鳥 很煩 這個羽暴龍BOSS 有沒有看到ID 還蠻酷的 可是這些老鷹可不可以離開一下呢 擋到我的視線了 這個他上面寫 他上面寫BOSS 應該一樣也是三項之力吧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氣息散發出的 很像毒素的東西 感覺像掉到水溝裡面 八千年沒有洗澡了 然後他應該不會攻擊我吧 不會 來 訓服一下 欸 這傢伙居然不吃我們的三項之力啊 那 看他身上紫色的 可能是吃這個紫色的吧 來 有中嗎 沒中 也不是 那你到底吃什麼的啊 您到底吃什麼的啊 呃 黃色的 喂喂喂 不要靠近啦 等一下要攻擊了 我們就死定了 我好怕 我好怕這樣打起來 應該是不會吧 千萬不要 拜託 千萬千萬不要打起來 好那 那你可能只是一個吧對不對 吃藍色對不對 好有了 讓我餵你啊 不要動啊 大大 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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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是 超級難餵的 喔 自動 戰吼開關 哇 這隻羽豹龍看起來 真的還蠻髒的 怎麼可以這麼髒 欸 大哥 你到底多久沒有洗澡了啊 啊 要不要我幫你洗一下啊 哇 這是要鞍是不是 等一下 這傢伙沒有鞍不能起喔 雞毛麻環 怎麼辦 我們要把他帶回去嗎 算了 我們把他帶回去好了啦 呃 我們先做一下 我們羽豹龍的鞍好了 羽豹龍跟骨龍是吧 骨龍的話 是在普羅明那一塊嗎 羽豹龍 不是這個 羽豹龍好像是 欸 好像是這個 又好像不是 這是章魚的 我們看一看喔 羽豹龍 羽豹龍應該是歪開頭 這個啦 有 我們有一個鞍了 來把他做出來 ㄍㄍㄍㄍㄍㄍ 然後再來就是霸王龍的 要去普羅明那邊做 兩隻都來玩看看喔 帝王豹龍 不行 找到了在這裡 欸不對 有兩種 這個我知道 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不一樣的 我們不一樣 沒有 突然想到那首歌 抱歉 那首歌還蠻好笑的阿 我們不一樣 好啦不要理我 按在哪邊 Yeah 上來了 喔 我們的古龍看起來 受 受得 他中間那顆是他的生命核心 基本上應該也是沒什麼能力阿 就跟這隻雷龍差不多阿 不過他的右鍵變成墮地了 沒有怒吼 他怒吼被拔掉了 C鍵跟左鍵都是普通攻擊 我是不知道差在哪裡啦 感覺是沒差多少阿 沒差多少 然後右鍵是盾地 砰 好 就這樣結束 好 古龍沒什麼特色 就是外型有特色而已 還不錯啦 當收集品 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魚豹龍 我覺得他跟雜蝦霸王龍 他們應該都是 算是親戚之類的阿 長得差不多 雜蝦霸王龍跟他們應該 是難兄難弟 曾經是一伙的這樣子 點一下負重 來囉 我怎麼看到一條蟲在蠕動的那種感覺 而且他掉到水裡移動速度超慢的 這個顏色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阿 我說真的 有點討人厭 顏色搭配不優 左鍵 一般的咬擊 C鍵 很霸氣可以 右鍵 應該也是跟一般的官方 官方恐龍是上buff了吧 我來上他看看 他被吼到但是他好像沒什麼buff加成 AK10鍵 沒功能 話說我們這邊恐龍是不是都死光了 我想要找 找到了 試刀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右鍵 吼一下460萬 嘿嘿 還有嗎 這邊有那個該死的魚鳥 把我三項之力吃掉的那種 好 活死你 好的 三樣都是攻擊技沒有召喚技能 非常好 這就是我們的魚豹龍 其實我覺得蠻醜的 如果他把這個霧呢 稍微不要改這麼的誇張去 我就覺得他這個模組 潘朵拉 他把很多恐龍的那個外型都被霧給蓋過去 我覺得這樣子不太好 因為你看嘛 你看嘛這隻 全部都是霧 你以為你是姜美姜姐是不是 那個雲阿那個霧阿 五倍的鑽石是不是 還是要燒毀 像這個我覺得就還可以接受啦 因為畢竟他是火焰嘛 他不是霧 勉勉強強還能看得出他整個機械感的外型 真的很讚阿 這隻就不錯 但是你看像這個火焰 已經整個佈滿整個身軀 我覺得就很爛了 好不好 好啦 我覺得今天影片內容也差不多了吧 我們今天呢 就差不多弄了差不多 很多很多的差不多 差不多的差不多 是有多差不多呢 就差不多的那樣的差不多 好不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的話也可以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模組介紹再見了 掰掰 我不知道 pling wissen 我 質答 也 是 感谢观看